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刚刚的那个瞬间,我就已经不见了差不多成千元了 短短的几秒钟,银行卡已经被盗策成功 这个绝对不是天荒野谈 最近,南沙警方就招落了一个犯罪团伙 用的就是这种魔术,扣一扣,钱到手 我们现在很多银行卡,即我们的银链卡 很多已经换了芯片卡,都物仍虚通了免密支付液 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闪负功能 有这个闪负功能,它小金额消费的话 它不需要书密或签字的名字 主要我们的银行卡感应到这个芯片卡这个功能 它会自动可以消费的了 所以这个犯罪团伙,就是将一部设好的银行卡 装进去一个比较薄的皮包里面 就会寻找一些合适的乐手对象 然后靠过去感应一下,这个感应的距离 大概就是五公分那么多 所以一些女士的包包,或者男士贴身带的钱包 就成为了乐手的对象了 我们的景象是发生在美食节里面 它都是在三几个钟头在这里转 在市场硬,走来走去不是买东西,握着包在这里转来转去 由于免物支付,最高限价是一千元 所以每次嫌疑人都设定到九九九以下 专门选择到人流物集场所行鸡 一圈下来收获都有不少的 在11月15日,南沙警方在大同市场美食节 收获了三名嫌疑人,放场缴获post机两台 现金养百万元 据调查,这个团伙利用这样的手法 已经盗策了银行卡资金一百十多笔 累计事案金价十万多元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民警提醒,由于免物支付是密应开通的 所以各位街坊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打电话到银行关闭这一项功能 而新银行卡之类的东西一定要放好 最好是有这么埋收这么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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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